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你的节目主持人是Larry 这一节的世界防卫消息 想跟大家讲讲英国这边 未来会出一支新型的巡航反弹导弹 会面世 在2028年准备就绪 有什么特别呢? 首先这支飞弹是有个姿妹版的 包括有一个属于亚音速的形式 另一支属于高潜音速的形式 两支巡航飞弹都会存在 各有各利害的地方 包括高潜音速的反弹飞弹 大家应该都很少听一支这样的东西 这个来自英国,法国都会装备 跟着亚音速的G 亦有一种像是TOMAHOCK 但隐形版的设计 亦是在史上首次有这种飞弹出现 这两种飞弹都可以说是NBDA的杰作 他一出2028年时 当时应该是没有一个对应的武器能够打击他们 即是俗称 他们一发射,就看他们是否冲不冲 不然基本上都很难防御一种武器 当然对英国和法国来说 这种武器一摆到飞机,或者摆上去 在战艦上的话,都会对敌方的军舰 除了这两种,无论是亚音速和高车音速 他们巡航的反核飞弹的威胁 究竟又应该要做什么去做反制呢? 2028年其实你计算数也不是很久了 这支飞弹出现会不会 令到那个区域的平衡又会不同了呢? 那我们今集都会和大家一起去讨论的 大家在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给点赞 还有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先 好,那今天除了我之外 就是Anson Heng和我们一起去报导一下 这一只武器 这两种武器 即是在未来的状况 还有究竟有什么这么厉害的地方 喂Anson你好 你好 Larry 说起这支东西 近来英国国防部 讲了 这支东西 一个叫做 未来巡航的导弹 一个就是反核的导弹 那他们两支 分别有什么这么特别的地方呢? 其实这个program 都讲了很久了 之前叫Perseus 现在改名叫FC CASW 这样就很长了 其实英国就简称它叫Spaire 5 其实是两支的蛋 但是不过两支蛋 它可能中间有很多技术 Core是互通的 所以可以一次过一起发展 这个就是NBDA出产 就由英国和法国政府合作去研发 最新意大利也会准备加入这个program 这支蛋就是 根据刚刚在一个国会 就是有人去 质询究竟这个项目去想怎样 那暂时英国国公部就说 2028年是会准时面世的 暂时那个进度是非常良好 那这支蛋是跟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呢? 可能讲了这个巡航导弹先吧 那巡航导弹的部分就是在英国和法国互相想要去取代大家有的Stormshadows 和英国有的这个战斗的这个战斗的这个战斗的东西 而Five的巡航导弹版本呢 那它就是结合了两方面的优点 就是Tormahawk它的射程是1500 它说这个大概是1400以上 它就说是 所以那个射程是相约差不多的 但是不过它也是结合了一个Stormshadows的优点 包括就是它有一个隐形的设计 还有一个多度向 还有也是比较难去干扰 还有也是有一个上面有搭载一些的小量的人工智能系统 那就去判断了究竟那个打击目标是怎样的 这个最好就是它可以搭载在分别是Mark 41 也是会在这个震风台风上面会搭载 还有也是英国希望是搭载在这个F35B上面的 还有也可以在潜射型 那之后的英国的AUKUS CLASS上面会有VLS 也都会是将它融入到这个AUKUS CLASS上面的VLS系统上面的 那这个就是Sphere 5的巡航导弹版本 那到Sphere 5的反航导弹版本 它的射程一定是没有这个巡航导弹那么远的 我估计可能是500、600这些 range 但是你听起来好像对比其他可能 例如我来说的这个东风或者是这个 这个的匕首好像短很多 好像对比起 那为什么呢 有什么分别呢 那大家可能看到东风系列 或者是这个的匕首系列 其实它是一个的 都是一个的 你可能的匕首在某程度是一个叫空射型的弹道导弹 其实它是一个高空高的音速地下来 那它那个的 没端速度 就是可能是一个抛物线 它的没端速度呢 东风未知 东风未实践过 但是不过看到这个匕首呢 在这个没端速度呢 如果以外国者可以拦截到的话呢 其实它是一个的 甚至可能是紧紧超音速是一个impact的速度 根据这个乌克兰战场 拿到回来的数据 但是不过这个Spaire 5 就跟它那个的 道理有点不同的 Spaire 5它一样 可以搭载在这个Mark 41 可以搭载在这个台风 震风 亦都可以将来的潜艇 英国的Orcuscar潜艇的飞机也都可以搭载 而它那个弹道呢 就不是一个弹道导弹的弹道来的 它是用一个海平面的弹道 兼且上面也有隐形设计 还有它那个引擎是用RAMJET设计 就不是用一个火箭引擎设计的 根据这个NVDA的说法 由你从一个舰开了雷达 当你从发现到你极重的时间 只有三秒钟的时间给你反应 三秒钟 我想其实30秒都很难有回应时间 何况是三秒钟 是 它说我们发现到impact 有三秒时间可以给你反应 因为它是海平面已经是 因为地球有转弹 海平面已经是 雷达上是难征刹兼隐形的设计 还有它上面是有一些抗热的涂层去对抗它在高超音速的时候 尤其是在一个高大气密度 就是海平面的情况之下 如何去减低它那个IR signature 就是红外的反应 亦都是做了一些处理的 这个很难的 红外特征就是现在高超音速的死穴 所有人都说你做到隐形的设计 但是它真的很热 整支东西是红当当的飞马来的 你说匕首和东风17 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最困扰它们的 就是子弹我当你飞到很高 你滑墙你又可以闪来闪去 但是你知道这么热 始终一看到就有机会难倒 还有它用ramjet的技术 和匕首不同的就是它确保在 Terminal Velocity 就是它最后击中的时候 是这个的音速5倍以上 就是Mark 5 Plus 就是音速5倍以上 和其他的弹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一个单弹头 它的弹就是整支的弹 不太重的 800kg 它的弹头部分就是200kg 再加两个分的小弹头 就是每个50kg 那么它就会在击中前一刻 再分两个小弹头 就去加大你的杀伤面积 和令到你可能就算 可能你难倒那只 两只小弹头 或者难倒那只大弹头 都有其他的弹头 可以做到你 一个的可能瘫痪到你 甚至不需要击沉 可能令到你无失去作战能力 可能第二只已经飞起来了 那就是加大它的杀伤面积 和这个的打击效能力 其实听起来都挺恐怖的 就是你200kg的弹头 虽然就不是很大 但是打起来 因为那个动能很快 那个动能在200kg 就很难想象它 究竟出来那个破坏面 是可以有多大 那你计算到这个速度呢 始终的动能会很厉害 就是打起来 就是你给普通亚音速的那些 飞弹打下去 计算公式呢 那个速度也很有优势 是 那在英国那方面 它未来就会搭载是什么栏呢 那它就说在这个2028年上面 就会在这个26型 和31型 两架都有搭载这个Mk 41上面搭载 那在2030年就会在台风上面搭载 那2030年之后呢 就会在这个F35B 相信应该是外挂型 还有在这个可能未来的Tempest 和这个830上面 都会搭载这个Sphere 5的导弹 它本身又可以放到Mk 41 Mk 41是我们的导弹 就是通常我们讲 神盾纳 上面那个垂直发射系统 那那个系统其实就是我们统称的Mk 41 它里面是放很多只弹 可以放Tomahawk 放SM2 SM3 SM6 你想到的弹 统一到它放到这个弹限 非常之好 所以所有弹只要放到Mk 41 你就可以大量生产 你就可以量产 然后放到船上 非常好玩 因为英国都用Mk 41 变了其实很多武器 英美之间的互换等等 就很方便了 现在这样的状况 互操作性会好很多 但是不过现在NBDA和洛杰马丁 就在做一个融合 但是它说两方面是做得顺利的 这个是将它那些的导弹系统放在Mk 40 应该可以的 两间都这么上升 NBDA又在欧洲里面 真的很上升 那它那些飞弹呢 其实我们说 都是当世第一的 流星那枝也是 当世来说 大家觉得它被誉为 可能是比AM120更好的一枝飞弹 可能大家就更加属于AM120 但是这枝流星都是 你说印度 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风战机 其实不是看中震风战机 是看中它的那枝武器 就是流星飞弹 太厉害了 印度看中了就是看中那枝流星飞弹 instead of那个AM120 就算它那个蓝载机计划 就是最后现在都说是买震风M 我想它第一个看中 就是它自己空军是用着震风 第二个就是看中那枝飞弹 就是我们也是那句 也是看中流星 所以就是很正的枝飞弹 所以NBDA出品 我们都很有信心 还有我们再说一句 它今次用的RAM Jack 其实是实属不二的一个科技发展 RAM Jack引擎第一 大家看到以前就来说去到Blackbird 因为这枝弹 就是跟Anson King说的 其实它有一点点像Blackbird 但是它就迷你版 因为Blackbird它是用Scram Jack 但是原理差不多了 都是去到大概三倍阴促了 就会展开的 Scram Jack可能的条件 无论是寿命也好 或者它航程也是受影响 但是黑鸟当然就是一个很反常的一个飞行器 但是如果你看到 去到今时今日都找不到第二枝Blackbird 那么它如果放了下去一枝这么小的飞弹 所以刚才Anson已经说到它又要吸热途层 你怎么处理控外特征 隐形的设计 其实它既隐形又高速 其实现在是很难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 想跟大家说 你一是就隐形 隐形就不高速 高速就不隐形 因为这个是很违反那个物理订论的 但是如果你用了吸热途层 都可以 你又隐形又高速 但是贵了 那么你怎么把三样东西搞在一起 量产其实真的是NBDA的结作 这个当世没有第二枝弹是做得这么厉害 而且RAMJACK也是高车音速里面的一个玩法 新玩法来的 以往便宜的玩法 全世界都是用东风17 用这个的匕首 然后再用AGM-183A 全世界都玩这一套的 这套就是在高空 高速 好处就是 其实它高空高速 因为你高空始终来过航程是拉远一点 接着又滑墙的时候 又不需要那么多RAMJACK去推动 所以又便宜一点 但是不好处呢 很明显告诉大家 匕首是怎样被人拦截的 对吧 那匕首已经一类了 东风17大家看都差不多了 然后AGM-183A都未必好得去哪里 所以美国佬现在推动了 推动了就是RAMJACK的计划 但是慢了 那你现在NBDA这个快了 所以其实NBDA这个 我就觉得其实 来附近装备在任何一个军舰 甚至乎来附近有空射营 那也挺恐怖的 其实你想想 如果它寄来远东这边 大家都猜到了 那远通你射美国舰呢 做演习会议这些东西 那其实你不是中国就是俄罗斯的了 那俄罗斯大家看到了 连乌克兰的无人艇都可以收拾你了 差不多 那都不需要 不值得用这这么厉害的东西 那航空母舰就出不回来了 我看这个傅资联作夫都 那其实你剩下 真是打 今时今日海上强国 就剩下世界第一大海军 以这个数量计划呢 就是中国而已 其实真的去打中国 你唯一可以挑战到 你们那个海军那个实力 其实真的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呢 055 俄罗斯都出不了门口 现在俄罗斯 你想想003 即将来的福建豪 是不是很有挑战性 8万多吨的艰蓝 甚至乎中国是有能力 虽然现在不知道 经济实力来着 接不支持到 未来还可能有004、005 甚至乎 未来可能005、006 已经是核动力了 核动力 即是直逼福建蓝 有电子弹射有核动力 那你想想如果这枝弹 去找对手 那一定是找003 一定是找055 是吧 就是这些大区 是 哇 就是 Anson兄能不能够想象到 当时到时中国怎样做反制 其实这枝弹呢 它放在三一营 其实都很明显 因为未来的英国的部署 它的二六营 其实都会黏着航母的体群 但是三一营 它之后会做一个前缘部署用的 那么它三一营就不会放在这个欧洲水域 现时英国就有两手的 Rifflet Class的OPV 就是这些2000多吨的细艦 它就先放在这边 就是负责远东的运作环境 之后这两手艦就会由三一营去代替 三一营上面是会放这支弹的 因为上面是有MAS41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那个针对目标都比较强 但是不过在这支弹 2028年才是民势的这支弹 但是不过英国那对Hapon已经退役了 因为说 首先它的理由就是现在Hapon够了 那个的维系成本很高 还有它根据英国自己的Wall Game 发觉Hapon是没有乱用的 在现在现时的房系统下面之下 它就变成了 暂时它有一个Interm的 就是买了11套的NSM 现在的NSM就会放在这个 二三营 部分二三营 不会全部装的 二三营 和一些的四五营上面 而这个的二三营退了之后 那这些NSM的发射解就会放进去 这些Wriffed Class那里 就是2000多噸 就可能当它好像那些 LCS那样用 就放进去 就顶着先 可能是增强力的战斗力 这样用法 哦 而另一个栏呢 就会放在未来的栏 就是这个 八三营 那八三营它在这个 之前大家都说 都应该是一架大船来的 之前也有说过一个 四六营的概念 那四六营的概念 摆明英国就 很幸运地 原来海军是不购买的 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就是什么都没有的 只有导弹的 那架东西就已经 被海军已经好像 都不再怎么认为这个设计 那在这一个 有个叫做 Full Spectrum Air Defense Conference 就在伦敦之前说的 那就是由这个 First Sea Law 那它就是 review了部分的 这个 八三营的 specification 那它就说这个 八三营 将会 就会代替 这个 四五营 那海军希望 他们那个八三营的数量 是比四五营多 那其实 要多个四五营 不难的 四五营只有六手 四五营 八手多了 对 八手多了 我觉得八手 一定给了你八手 不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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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贵的 跟我说 因为它的设计就是 一万二千吨 就是去到零五那个尺寸 那上面就会在 在岚手和岚中间分别 就会装一组的 六十四发模组的 Mk 41 即是 total呢 就是一百二十八发的 Mk 41 那而 每组Mk 41的 旁边也会买 十二发的 这个 C-Sector 的这个 的 模组的 那它那个 Mk 41 就可以专值 专值去打 这个 软程防空 那近程防空 就可以放回去 给这个 C-Sector 那总共就会有 一百五十二个 导弹端 还有它那个 近防系统 就会用 Dragonfire 就是confirm了 就是说 会用一个 雷射的防空系统 就是近防系统 就去补 同一个的 现时 这个 Falanx 去做一个 的 互补 就是 这个就是 初步的设计 而海军 亦都是 将这个设计 就要 给了这个 BAE 就要给了一个 详细设计图出来的 这个就是 早前 在这个 Full Spectrum Air Defense Conference 这个First Seed 就是交代了 现时 830的进程 如果是830 我当你64飞 用来 摆这个防空系统 另外 那64飞 如果摆一个 刚才所说的 Sphere 5 其实这个 都是一个 我当你不是 一个普通的防空 我当你是一个 我们叫做 小型的 一个 Fatilla 我们英文叫做 就是一个 可能是 三艘 组成一个 小艦队 叫做 Fatilla 英文叫做 那它 可能一手的 830 再加23日 是一个 不是最前线 可能是一个 Hostile 就是一个 不友善的水域 也是一个 很大的威胁力 那64飞 这些东西都挺恐怖 很恐怖啊 你想想 它上面 本身有些 C-Septic 是做一些防空 所以它又 不需要 用太多 防空的 飞弹 它的进攻性 很强 很aggressive 这架 它们对陆攻击 对陆攻击 对陆攻击 它始终面对着这枝弹的威胁也不大 这枝弹也可以核常兼备的 是 是 谢谢大家